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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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看回刚才这么说 因为是一个股市指数 它就平均化了很多不同板块的表现 刚才我提过 商品黄金这些可能是一些板块会升得快一些 房地产也是的 因为你通胀来 就是钱更加不值钱 所以大家就会可能去买一些叫做硬资产 这个房地产就很多 我想是亚洲或者中国人特别喜欢或者熟悉的 大家看到香港现在的楼价仍然是升 美国简直是历史的高位 你给历史高位之外 租金都升上去 我最近跟在美国做一些房地产投资的朋友聊天 他说其实在他们的板块面 他们看到美国的通胀其实都挺厉害的 因为那些资产价格不断上升 所以这个可能在不同时间 或者大家看资产的时候 不同资产类别表现出来的情况有分别 也都我想刚才你提到一些板块 其实如果在通胀上升的时候 其实这些公众股 因为公众股偏向防守性 稳定收益 其实已经是 不是进攻的 不是进攻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保守的 是叫做换了季 就是换了季 人家这些夏天还穿着件 皮大衣 其实这个就不适合季节的了 那就是要再进攻击一点 不过自己也会懂得选择 今天谢谢Alan和我们分析 有这么多不同的资产 希望大家如果真的通胀爆升的话 都可以好好保护到你的股票之外 都可以跑赢通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